别觉得只有阳尾早泄了才是肾虚 真到了这个地步 那肾亏损的会比较严重了 像平时肾虚的人 往往是意识不到自己虚了的 所以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一下肾虚会出现什么症状 男性朋友可以自测一下 第一 腰酸腰痛 这算是肾虚比较典型的症状了 在中医上腰为肾之腐 所以肾已虚 那腰就总容易酸痛 不过现在人坐办公室 开车的都比较多 腰一疼就觉得估计是坐的时间长了才疼的 所以就会忽略肾虚最开始的信号 导致肾越来越虚 二 头晕头疼 这一个人要是总头晕 感觉脑子里空疼 那基本也是肾虚了 因为肾经往上充养脑髓 要是肾虚了 肾经肯定会生成不足 脑髓没了肾经的滋养 就容易犯困头疼 所以这一点也不能忽视 三 耳鸣耳背 我们这耳朵是归肾管的 中医还有句话叫肾开窍院 所以肾虚的话 那就老是在耳朵里听到缠鸣的声音 有时候几天一次 有时候一天几次 然后捂住耳朵 声音也不消失 并且老听不清别人说什么 四 脱发掉发 肾其滑再发 要是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老掉头发 或者开始长白头发了 那通常也是肾虚了 不过这种年纪大了之后 生理性的脱发不算 这种是正常现象 五 尿贫尿急 憋不住尿 要是你一天三次往厕所跑 稍微喝点水就老想尿 然后晚上也老起夜上厕所 总之就是出现了尿贫 尿急 尿不进的情况 那也提示肾虚了 因为这肾跟膀胱相表里还主管着耳边 所以一般那种肾虚的人就老往厕所跑 得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炎之类的 那最后一个基本上每个男人都知道的 肾虚就扬尾早泻 这种就是前几种情况出现之后 你没有注意到最后导致你肾虚的比较严重之后 才出现的症状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上面的几种情况 那最好是调理一下 把你的肾给养好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